何师傅说阿姨住院了 我过来看看 阿姨怎么样了 阿姨来了 阿姨 是我 您感觉好些了吗 好些了 你能来看我 我真高兴 阿姨 沈妍 你出去一下 我想和一枚 单独说几句话 好 一枚 我的日子 怕是不多了 阿姨 别这么说 你会好起来的 孩子 你对沈妍的感情 我心里都明白 沈妍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你还支持着她 我很感谢你 应该的 有件事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丽雅 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怎么会呢 事情 已经过去了 渐渐的生活 还得继续下去 你们啊 你们啊 你要是不嫌弃一些事 还有小浩 我想把他们 我付给你 我付给你 你放心吧 不管以后沈妍要的情况 我都会帮助沈妍 你们都该 解脱了 重新选择生活吧 沈妍啊 沈妍啊 会慢慢地 阿姨接受你的 阿姨 阿姨 你怎么了阿姨 沈妍 沈妍快进来 阿姨 阿姨你怎么了阿姨 沈妍 阿姨 阿姨 沈妍 你没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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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 我答应 沈妍 你妹妹你付出的太多了 你要好好待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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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好吗 不哭 奶奶 要到天国去了 奶奶 在天上 每天看着你 抱佑 抱歉你 安娜 妈 妈 醒醒 妈 醒醒 妈 妈 妈 醒醒 妈 巨大的打击 一次次向我袭来 妈妈走了 我的生活又空缺了一块 生命里最亲最近的人 一个个离我而去 哥 别忘了妈临冬前的遗愿 你跟一眉姐的事 早点定下来吧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跟一眉姐之间 早就已经不仅仅是 同事之间的那种友谊了 你们互相依赖 信任 帮助 对吗 还有小航 他也需要有个妈妈 哥 各位 都还需要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 都可以 遗失的 一眉姐之间 你会不会不仅仅是 你会不会不仅仅是 都可以 你会不会不仅仅是 你会不会不仅是 你会不会不仅是 之前你跟爸爸说想调痛工作 我也考虑了很久 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可以把你调去南京 不了 我不走了 沈妍现在这个处境 我不能离开她 她母亲临终前 把沈妍和小航托付给我了 这么说 你已经决定将来要和她在一起了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想 我和她一起经历的这些事情 第一次看到她朗诵时的怦然心动 刘苏氏的青春爱慕 我回国后的共同理想 一次次挫折后 她的坚强从容的态度 爸 我对沈妍的爱 不是期盼和她相伴终身 我只要看到她幸福 我就会感到幸福 我从沈妍身上 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美德 而是一种精神 我们国家需要的一种精神 好孩子 是爸爸的骄傲 不过 你得考虑清楚 为了她 你可能会付出 很大很大的代价 还有就是她对瓦利亚 可能 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是爱 是不能这么狭隘 渺小的 忠我所有 帮她实现她的心愿 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我的这一生 就不会遗憾了 好孩子 沈妍 我 我来看看你 谢谢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你赶紧回去吧 像是被人看见 你两种人来了 影响不好 沈妍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就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吗 哪怕你发泄发泄 我今天能过来看你 我就没把自己当主人 我们是同学 我应该过来看看你 有些事 我想问问你 说吧 说吧 你觉得 瓦利亚真的会嫁给奥利康吗 周书记 都跟你说了 他们孩子都有了 你就不要再惦记瓦利亚了 他寄过照片来的目的很明显 他就是要跟你说清楚 不要让你再等等了 沈妍 你为了他今天都弄成这个样子了 就算他没有再婚 你们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何况他又再婚了 沈妍 我告诉你 想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就不得不顺应行事 干脆 你们离婚吧 我想跟你们玩 这一句我们能够了 不叫人了 那我想跟你玩一会儿啊 行 沈妍也行 我问你怎么当特务 我不想当特务 看你长得特务一样 要玩你就得当特务 我不想当特务 我想当警察 看你这一头做毛 你看我们谁的特务跟你一样啊 你就是特务 电视里的特务都是你这样的 你才是特务 我不是特务 特务 特务 外国的特务 特务 特务 我去打人 不要去杀了 后班来了 什么人 怎么像雨呢 小航 他们上证你没有啊 没有 那就好 走 跟阿姨回家 阿姨 什么叫后忙 阿姨 两位国的话是对的 瓦利亚已经 重新组建了家庭 你就别再等了 在现在这个形式下 你应该认真思考一下 你的形象 你的亲人 还有你的前途 你就是不替你自己想 不替孩子想想啊 这种事一天不解决 一天就是块阴影 它不但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 也会让小航背负 不应该背负的痛苦啊 你说小航这孩子这么小 他应该快乐地活着 他不应该遭这个罪啊 我这是为你好啊 人这一辈子啊 该争的时候 那得争 该忍的时候呢 那你就得忍 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 为这件事做一个正确的了解 小航 爸爸你回来了 这是谁给做了饭啊 刚才哈欧姨来过了 做了饭他就走了 让我自己吃 吃吧 爸爸 小朋友说我长得像特务一样 我不想当特务 我想当警察 他们说的不对 小航能当警察 嗯 来 吃这个 来 爸爸 他什么朋友 好我一叫 好吗 什么叫好吗 吃饭 小航的问题 让我想起了周书记的话 我可以不在乎自己 但是我不能不在乎小航 我不能让小航背负他 不该背负的痛苦 嗯 当初你们结婚 就是要跟你们拉美的 没想到现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你与苏联妻子 瓦利金娜 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这是你们的离婚证书 请收好 结果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的心剧烈疼痛起来 从这一秒开始 我和瓦利亚的一切 都结束了 只留下一块 一身都无法愈合的伤口 不久 厂里接到了 停止生产飞银三号的指令 我们的飞机制造厂 陷入了停止步前的局面 办法随 办法随 同志们 同志们 现在 报告大家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我们厂生产的毛布希像帐 日产量已经突破了一万倍 它凝聚着我们对党 和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 是我们全场职工的骄傲 同志们 同志们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黑师傅 我算过一笔账 现在全中国有八亿人口 每个人胸前一枚像帐 就需要消耗四千吨的铝 像帐是用铝做的 可是铝呢 又是造飞机的最重要的原材料 咱们一个场 一天生产像帐就要消耗半吨的铝 比方说 全中国有五十个像咱们这样的单位 一天生产像帐就要消耗一架飞机的原材料 一天是一架飞机 一个月就是三十架飞机 一年得多少飞机啊 这是什么 这是对国家资源极大大浪费 你怎么能说做毛利箱是浪费呢 这话传出去轻折坐牢 重折就得砍头啊 这话不能瞎说呀 有些事该说的必须得说 如果不说难喊了得 我相信 党中央不会不重视这件事情 国家也不会允许这种资源 再这么继续浪费下去了 你说啥 你 至少毛主席象征的是浪费铝金属 沈颜啊沈颜 你咋那么不识实误不知好歹啊 现在啥形势 啥气候 全国各地都在制造毛主席象征 怎么着 咱们场就没有这个政治姿态 政治觉悟了 卫国 你好好想想 咱们都是造飞机的 你眼瞅着那么多宝贵的铝财 不能用来造飞机 你心里面不心疼吗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那矿仓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取之不尽的矿仓 咱们场 咱们国家不能在街上造下去了 物资是决定生产的基础 如果不本着这个事实 继续盲目地生产 我们国家不会有飞机的 师爷 我警告你 你今天说的这些话 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 不要把这些话说给任何人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任何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顾及自己的死 但是你绝对没有权力 毁了咱们场 在这样无度的生产下去 才会真正毁了我们这个场 好 师爷 我送你一句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如果谁敢阻挡 那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压得烦身碎骨 沿着这条中心线 可以画一条垂直线 卫国 你们都出去 走 走 怎么了 怎么了 沈妍又要惹事 啊 他非说制造毛主席 像让他浪费铝金属 他这个人 你说我说他什么好呢 他 他不把咱们场弄干净 他不罢休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 我还能骗你了咋的 我刚才拼了命地劝他 他就是不听话 当然 他也从来没听过我的话 你去劝劝他 不要让他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无赖 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把咱们全场都搁进去 浩玉美 我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发牢骚说气话 这件事的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心里应该有数 不 我让你去劝他 不是我跟你循私情 这是我交给你的正事任务 你必须完成 走 谁啊 来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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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看 坐 你真的要给这晚会的写信啊 您不这样吗 沈雅 因为 这件事情 我已经充分考虑过 它会引起的后果 不管现在我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心里面始终认为 我自己是一个科学研究者 我不能够看着这种不科学的现象 继续发展下去 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可是全国人民都热爱自己伟大领袖 造像装饰人们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啊 我也热爱伟大的领袖 我也想抒发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 但是造像装 可以用其他的原材料 但是造飞机只能用铝材 如果我没有飞机 我们怎么保卫祖国 怎么保卫党容量 怎么保卫毛主席 你下定决心了是吗 是 那好吧 这封信我来写 我是党员 以你现在的身份 提出这样的要求 她被仍认为动机不纯 一梅 你不能信 我不想你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 我不怕 我愿意跟你一起分担 你没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 如果你再调理岗位 咱们厂里面又有失去一个工程师 咱们的飞机不能再有损失了 这件事情是由我而起的 就由我来结束吧 来 咱们坐 准备 oh 姚组长 终会 我说 星期是吗 我意味着 吃大成熟 他的 只有 吃醒 做食 您这说的 是谁啊 两位国同志 你身为常见割委会主任 你们常见隐藏了一个 反党反革命 反对伟大领袖的反动分子 你居然不知道 您说的这 到底是谁啊 我们已经进行全面调查研究 这个人是苏修的黑色分子 是苏修派到我国 侦查情报的特务 这个沈妍现在在哪里 我们要对她进行逮捕行动 姚组长 是这样 沈妍这个人啊 精神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 对对对 她老婆不是跑了吗 之后她一直神经兮兮的 姚组长 她不是正常人 她说的话呀 不当说 梁美国同志 你还在包庇沈妍吗 我想你应该对她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 你知不知道 她给市里军管会写了一封材料 大肆宣扬 反动言论 还说什么我们刻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是浪费人力物力的行为 妄想搅乱全国上下 一片大好胜利行使 你说她 出于什么样的居心 做出日益举动 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公然挑衅 这对债务不胜的毛宗思想的公然挑衅 她早有钱可你折扎了 你居然对她的问题不揪出来 不逗她不打倒她 为什么 梁美国 我可听人家说 你跟沈妍曾经是同学 你是不是受到她的捕获 你的革命意识是不是动摇了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好好想想吧 怎么 沈妍已经被关押了 她是被真公主的人带走的 现在可能被囚禁在什么地方 这件事军管辉还没有正式定性 他们怎么就可以把人关起来 顾叔叔 我爸爸说 请你一定帮我们想想办法 沈妍是国家难得的军工人才 一定不能让她受到迫害 使我们国家遭到损失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救助她的 请委员 到 首长 去真公主 把尤妍的财果叫回来 是 这样吧 你先回去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你回去以后 除了你的父亲 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告诉她请她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救助她的 我一定会按她的指示 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代表我爸爸 谢谢您 那顾叔叔先走了 好 走 你没 是颜 你回来了 别动 没吃饭的吧 好 来 快坐 来 来 来 快坐 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慢点 慢点 没事 慢点 爸 你怎么昨天没回家 真饿了 有什么事 还给你坐啊 写作业了没 没写完 行 谢谢吧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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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你别说这些了 我已经见过顾警察了 我知道是你偷的 帮我解决 你说这些了 你知道吗 我害怕 我怕你 就这样走了 就回不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带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见到你 这两天我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过来的 姨妹 别哭了 我自己 也做过最坏的打算 我能够再见到你们 我已经很欣慰了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沈颜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管他们造像张的事情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小阿每天问我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他眼睛 一次次的哄他 一次次的骗他 我没有办法 我 沈颜 你真的我求你求你求你了 行行行 你别这样好吗 你别这样好吗 我没有不顾小航 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是小 国家的事情是大 哥 听我说 如果 如果可以通过一枚小小的巷帐 困起大家 把大家的热情 转移到国防界上的舞区 这才是我的幸运 这才是我的幸运 沈颜 沈颜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啊 你设的这个棋局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设什么棋啊 你把拘留所当成是旅馆了 投天信第二天就出来 你自己捅了娄子 找上僧关系脱身 让我背黑锅 我明白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你不恨我 感情全是假的 阴险 够阴险 随便你怎么说吧 还有别的事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等等 没把你定成现行反革命 你得意了是吧 而我却受到市革委的通报批评 你更得意了吗 魏国 我 我做这事唯一的动机 就是保住飞机的生产 你算了吧你 你以为地球缺了你 就不赚了是吧 好 那咱们试试 看看飞机场少了你 到底行行 去大兴安岭劳动改造吧 好 多吃点儿 好 好 小航 如果爸爸 要到外地去工作一段时间 你能在家里边 照顾好自己吗 爸 我 我都长成大人了 你才多大呀 还大人 我得要赶上小军站岗了 他能打鬼子 我也能照顾好自己 哎 这个扣是我自己盯的 我们家小航 已经成大人了 小航 爸爸 真的要到外地去工作 你要去哪儿 大兴安岭 那有吗 爸爸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多吃点儿 这咋了啊 没事 我给你把饭拿到屋里来了啊 不用你管 又怎么了 别烦我行不行 这一准儿又是跟好姨妹吵架了吧 回来就拿我撒气了 我凭什么受你这种窝囊气 叶丽红 上次你怎么给我赔着道歉的 啊 这才几天啊 你又来见了是不是 你就承认了吧 就那么点破事 就那么点破事 没法没了唠唠唠唠唠你 上次我要离婚 你让我回来 死期白恋的让我回来 我回来了 你又在这犯病 受不了我 滚蛋 滚就滚 有本事 你别来找我 找你是王八蛋 你是谁 你是谁 沈颜 这么晚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又是来害我的吧 你慢点 我没事 你没醉 你喝多了 来 没事 坐吧 沈颜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这个老婆啊 千万千万不能乱娶 我都烦死你 我是心里 我心里边憋屈的话 你现在有权有势 高兴了就喝点酒 不高兴的找找人骂 你心里还憋屈什么 我是因为高兴才喝酒吗 你别喝了 我是高兴啊我 你不能再喝了 你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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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不让我喝啊 我他妈 我他妈 我他妈真想喝死我 你不能呵死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你说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吗 魏国 我马上要离开这儿了 我舍不得 所以我回来看看 你自己真敢看看 你看一看 这儿还像飞机制造厂吗 这么大个车间 一个零部件都没有 好好的绿彩多做了象征 不能这么下去 你想想办法 把它改过来 改过来 你想让我陪着你 去大兴安岭一块砍木头 改过来 改过来 魏国 你还记得我们回国时宣的事吗 以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奉献 为光荣 以国家的发展为己任 为社会主义建设 奋斗终身 这些话你都忘了吗 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的心里边 你的眼睛里边 你的生命里面还有飞机吗 还有理想吗 你不能大可乐 你不能大可乐 不能大可乐 不能这个样子 你会毁了我们的事业 你快回来我们的医疗 站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沈爷 你给我站起来 你别走 你别走 我们去红肠 我们去红肠 你给我站起来